малыш笑 尼泥 作词 刘花 编曲 刘花 家仲录 作词 刘花 莫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请 喂 戏过了啊 假戏真做真打起来了 闻可送风生香 无可欲敌其袭 林青 这把扇子改的可是真不错 从今天开始 每天的宵夜多加两道菜 如何 谢谢主公 你们 都在骗我 言大 余末独打言大是假 但是她舍不得这小妾是真 所以呢 故意演了这一出 想让你知难而退 琳琅公主 这我们山主大人放话了 我不得不配合演出啊 你别生气啊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守身如玉 洁身自好 一直没有纳小千 如果你非得兑现自己的承诺 你也可以考虑考虑我吗 是阎旦救了人 就算他是骗我的 他也是我恩人 我们两个可是合法的主仆关系 而且亲密无间 你别想着插一腿了 年轻 请吧 不用不用 真不用 燕大 燕大 考虑考虑吗 放手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来干吗 我来给恩人搓备沐浴啊 不用了 这种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太客气了 真不 我为你采了一束花花 子言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报恩 我也是来报恩的 燕大 你这大中午的沐浴 怎么不关门啊 我 莲花精 你看到琳琅没有 你在这儿啊 我说各位 我在沐浴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今天这天气还真是不错呀 这么好的天气 自然要和莲青一起度过呢 你不要过来 琳琅 我非常明白你对我的好意 想当年 在茫茫花精当中 她一眼选中了满目疮痍的我 还将灵药盐毙丹送给了我 才保住了我的妖礼 说实在的 没有她就没有我 如果这样算来 她是你的恩人呢 对 我可以作证 当时她刚来的时候啊 满脸青斑 也不知道余茫看上她什么 言大 是真的 是真的 你们 不会再骗我吧 没没没 真没 明日呢 我就要闭关了 今天 最好谁都不要打扰我们 咱俩就不要在这儿打扰他们了 行了行了行了 咱俩走了走了 走走走 演呐 说实在的 你刚才演的确实有点过了 但如果能让她明白的话 也是值得的 谢了 客气 没有 没有 有 有 没有 有 没 没有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 为何不敢献身 你是谁 为何杀我 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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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外衣的先例暂且稳住了 但以我的先例 根本修复不了帝君的先议 对了 炎弹之前留给我的花瓣 或许可以拿来挡一挡 小仙旧驾来迟 还望帝君见谅 此话何意 凌霄派唐州 真身乃是九重天上 万人景仰的帝君 此些凡间历难 上神的记忆与先例 都被先例锁在了先灵当中 帝君现在的凡人身体 承受不住上神的先例 有人欲以法阵 来摧毁你体内保护这先灵的先例 就是想让你被外衣的先例击毁 到那时 凡人之躯暴体而亡 帝君先灵支离破损 不仅无法回归先般 还会灰飞烟灭 行神俱散 若我真是帝君 到底是何人要杀我 你又为何知道我会遇险 当初帝君 被投入八苦池时 我曾无意中看见水中 闪过一道异光 于是心中生疑 此后 便日日关注着帝君的一切动向 可小仙灵力低微 虽然暂时将先例锁回了仙衣中 但非常久之际 若要完全修复仙衣 稳固仙灵的 唯有陨落在凡界的四大神器 我在天上与你相识 那你告诉我 你救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经受以为 恩人知有所托 要永远守护帝君的安危 我必信守承诺 滕天倒地 我还须为时 先灵速限 盗己长存 但愿这假心灵的破碎 能让暗中下手的人 放下戒心 帝君 神器所在之地 必有异象 礼尘 楚墨 地址 七药 神域 对应的便是 封烟制 万物生 有本无缘 一命千秋 还望帝君 速速找到神器 完成历难 重返天庭 小心告退 唯有帝君陨势 九重天才会有白日流星之境 难道应渊君他 帝君 帝君 历难期间 被厄妖所杀 先因意外被毁 帝君 他也 先灵尽碎 形神俱灭 就连先生都会能保下 从人身好了 天尊 天尊 前安 回悉 空 山 鎚 铣鎖鎖鸟 ul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你闭关 灵力损耗得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这些花瓣我都注入了真气 定能助你更快恢复 吃水再热 花瓣再美 也不及年轻的淡炒饭 雨沫 你手上怎么这么多疤啊 我以前没有发现这是怎么弄的 去去小伤 喝足挂齿 你之前给我的眼臂丹 可以去除这些疤痕 你为什么不自己吃反而给了我呢 这些伤疤长在手臂上 不会引人注目 不必在意 而且摆票了那么暧昧 眼臂丹对你更为重要 不是吗 谢谢你 雨沫 我现在灵力低微 没有办法将你这些伤疤去掉 但我相信 大千世界总有一天 我能够有更好的办法 将这些伤疤去掉的 雨沫 出事了 刚刚说到线棒 狐族叛乱 林郎的父亲被囚 现在危在旦夕 我们怎么办 自然前去相救 先行几捷 狼族和羽族 水族保护好山境 子言是继承人 不能让他有半点危险 我换好衣服 随后便到 你先行准备 好 雨沫 你现在不能去 你身子去成这样 是救人啊还是送命啊 你放心 方才 我已吸足了你的真情 我已经没事了 你为大家负责 可我要为你负责 无论怎样 你泡满一皱香的时间再走 灵卿的心意我心领了 但是子灵和灵狼 关心则乱 我担心他们出什么差错 我必须要去盯一下 而且现在救人要紧 不能有任何差池 那这样吧 大家集合还要时间 你趁这个时间 好好泡一泡 你们却平乱了 那肯定要跟人打架呀 你恢复得越好 胜算越大 对吗 来 拿好 谢谢 谢谢 来 一肉一菜 俩包子 好嘞 客官您稍等 我包子呢 我 我刚蒸的包子 我包子呢 这怎么回事啊 我这刚蒸的包子 怎么没了 早餐没吃饱 还好有这个笨天使 给我加个餐 这下你进不来了吧 不过还是一条 未凶炼成精的小狗 让你凶我 你 你放开我 多亏了你啊 让我意外地发现了 花精益族 还有藏身之所 下次记住 肉包子是用来打狗的 不是用来捉弄人的 爷爷 捉妖狮来了 快跑啊 放心 我定会将你们全家 整整齐齐地带走 绝对不会让你们分开 好吗 那个猪狗是太可怕了 幸好临终道路曲折 花树遍布 那人尚不熟悉地形 族长拼死拖住了他 这才让我和部分族人逃了出来 岂有此理 我们花精族从来不害人 他凭什么这么做 燕淡 听说你是山主大人的爱妾 他对你百依百顺 你若向他求情 他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花精族就靠你了 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我 好吧 那我便下山救人 族长不顾自身安危 让我来是请山主大人出面的 不是你 我们二位山主 下山处理胡作叛乱的事情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你放心了 我跟在山主身边十多年了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 况且 我们人多势众 他不过一个凡人 难道还能经过我们吗 我是如此安排的 你呢 先在山里养伤 若是等到山主回来 我还未归的话 那你也再让山主去救我 明白吗 你们看 翻过此山 便是三围雪湖的领地 爹爹那么信任学徒 他却趁我带紫燕 离家疗毒之起 夺为造反 也不知道爹爹现下如何了 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咱们正俩人 你们看小点声 你们看小点声 人家听不见了 agues 你们看小点声 苏长 叫我被顶着 你先走 花婧总不会忘记你的 组长 我来救你了 那个 榆墨山主来了吗 在哪儿呢 人哪儿 榆墨山主事忙 有我就够了 您放心吧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会儿 你不能让大家躲到一处 那样妖气实在太盛了 带着大家兵分紧路 逃出山林 在燕兰山境避避 我一个人去对付他 记住了 若是成功离开 发满天星信号给我 懂了吗 行动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那个天使法力太强了 你就算再机灵 你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 跟我们一起葬身花海了 难道您忘了吗 我身上是没有妖气的 再厉害的捉妖师 他只捉妖 不捉人 哦 这个背影 好似梦中的一个人 要因此 要因此 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救命啊 救命啊 你若放人 尚有生路 若杀人必死无疑 他骗你的 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 接着说 说 越想越好 说 我才不相信你这些屁话 我们华镜族从来没有伤过人 你不还是要感激杀绝吗 你 你再过来我真要动手了 他可能要来真的 打我 打我 快把我打飞 认重也好 打我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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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师相救 多谢多谢 花经的山林四周是有结局 你一个凡人又怎么进来 小女子姓白 名叫漂亮 两个月前 家父因病而逝 小女子便卖身脏腹 直到遇到了一位谦谦君子 她带我来到了这里 我本来以为 我的下半生就有了依靠 谁知 在大婚前夜 我竟然发现 她是一个南花经 而她身边的这些人 也都是花经 她逼我就范 可是我是人啊 我怎么能尾身于妖怪呢 我当然不从了 既然是我救了你 待我捉到妖之后 自然会带你下山 能不能放他们一马 你被囚禁于此 方三那妖还要杀你 为什么要帮他们求情 其实 其实我刚刚那是气的 说了很多气话 其实那个南花经 对我还不错 他虽然把我困在山里 可是他对我是痴心一片 并且鲤鱼有加的 没有逼迫我做一些 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而那些女花经呢 其实跟我们这些女子 都差不多 他们也不害人 刚刚那是族长 他被逼急了才那样做 我可以理解他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的 他们从来没有害过人 真的 行了 无端限制自由便是错 况且 你被困在山上 又怎知他们是否下山作恶 以德报怨 也不是这么用的呀 天师果然就是天师 这境界 这格局 不是一般的大 刚刚是小女子妇人之人了 既然如此 让我来带您找她们吧 这片的地形我非常地熟悉 好 请 往那边 你们往这边 你们三个往那边 你们快走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我 你 他口上守着歹路 却总是寻所方向 莫不是花经排来的奸细 天师 您的手怎么了 要你管 继续带路 好的 竟然想试探我 那我就让你走得更慢一些 天黑也走不出花蚁山林 唐天师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你看我都组成什么样子了 男女瘦瘦不亲 不是吧 你一个修行之人 还避回这些呢 我最怕疼了 再这样下去 估计要变成猪蹄了 你也不知道怜香细雨 就站在那里袖手旁观 看不出来书读得还不少 当然了 我们家虽然是清贫 但是也是世代书香门第 而且我还立志成为画本第一大家呢 书香门第 怎么还会取白漂亮这个名字 我们家族的人都 都不太会起名 我还有个表哥 叫鱼黑土囊 你是不是 咋敬 人 来 灵沣 爹爹 他们竟敢对我爹爹这样 小心埋伏 爹爹 血烟法战 此阵法是我们胡族最高的阵法 被他困住 就算不烧死也要脱层皮 我赶紧唤醒爹爹 他能破此阵法 你之前帮子言疗伤 耗了太多妖力 没关系 我来帮你 不行 此陈妖力越来越深了 只怕爹爹还没有醒 妖云便会焚毁 来 雨沫 雨沫输水的 能否召唤他来 他与血徒正在缠斗 你放心 我来救你 你这是做什么 这是我的妖元 为何你的妖元与我们的不同 虽然没有试过 但也许 能扑灭这祸 能扑灭这祸 子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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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你本性是属金的 明明火刻金 你是怎么破着针法的 陈妖不怕火烈 我说了 我是山主 和普通小妖不一样 你看吧 我和余沫没差多少 没事吧 爹爹 太好了 爹爹你醒了 爹爹 爹爹爹和我胡祖 无尊备之分 你不必行此大礼 起来吧 爹爹 没事吧 女儿啊 你到阎兰山以后 来信说山中中中腰 对你甚好 可是今日营救 阎兰山主怎么派了 这么个软脚下来 女儿啊 你没有受伤吧 爹我没有 族长 我这平日里 腿可不软 我这是为了救您啊 琳琅在我们阎兰山 那可是贵宾中的贵宾 此次平乱 我们二位山主 齐齐上阵 两位山主都来了 人哪 正是在下 山主子林 对爹 他就是阎兰山的山主子林 方才也是他耗费了妖力 帮我们破了血验法阵 一点都不沉稳 还是山主 啊 你们阎兰山 不会是徒有虚名吧 族长 您这就误会了 我们阎兰山呢 我跟榆墨 一动一静 相得益彰 没关系 过段时日 您定会发现我的优点的 爹 这是榆墨山主的信号 好 他定是制服了血图 爹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来 爹 族长 我来背你 来 武士献殷勤 非奸即刀 说 你是不是打我女儿的主意啊 族长 您这一会儿回去还得主持大局 前生点体力 正好 我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身体倍儿棒啊 是啊爹 您看这炎兰山此次相助我们胡族 就是想与我们胡族交好 再说了 这紫林山主这么诚心 我们就不要服了他的好业 紫林山主能灭血液 修的是水系妖法 不知真身是何呀 我真身属金 因我妖力高深 所以才能扑灭这火焰 至于真身嘛 那 英雄不问出处 不停了 吞吞吐吐 心里必定有鬼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三围雪狐 血统高贵 我的女儿有朝一日要嫁人 那肯定是精挑细选的 不像你们爷兰山不问出处 是 踏下 来 组长 走了 天师 我这脚实在是走不动了 而且你看这都入夜了 我估计啊 那些妖怪早就跑了 咱们也追不上了 不如咱们就在这里歇会儿行不行 组妖便要不辞辛苦 况且夜间恐有猛兽出谋 不宜久待 走吧 哎呀 就算有猛兽 不是还有你吗 我不怕 我这只小脚再走下去 可就要残疾了 我这一残疾 你也没有办法负责是不 天师 你也说了 男女授受不亲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 再说了 天师你说得跟马杆似的 那估计也抱不动我吧 我懂得 天师 这样不好吧 怎么那么多废话 色即是空 只要为了捉妖 一切都无需计划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善变 再说了 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我哪儿空了我 是比空重那么一点点 言丹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 马上就要谢幕了 千万别前功尽弃 大姑娘 好 似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师天师 你这一路 这妖除魔 一定受了很多妖怪吧 他们是不是都在这个葫芦里啊 他们那么多妖怪 都挤在一个葫芦里 他们会不会太急 若是他们打架 会不会把你的葫芦给撑爆了 如此过躁 花精都能忍着不杀你 也是善良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这葫芦里还有最大恶极的妖咯 你收他们的时候费劲吗 你可曾受过伤 再恶的妖 也没有你单纯 你这个人真会说笑 好讨厌啊 别 当日是我既不如人 如今我们妖多势众 我就不信 暗不死你一个凡人 不杀了他 我们今天谁都必想走 带着给我上啊 妖怪 走啊 快走 走走走 这人嘴虽然毒了一些 但也不是坏人 要真是被恶要杀了 岂不是我的罪过 你死了 天使 我当莲花花瓣有疗伤的奇效 记得打不过赶紧跑 别逞强 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了 告辞了 快走快走 这 我记住你了 莲花精白漂亮 这个人 是我做的蝴蝶灯 里面的每一只蝴蝶 都是我自己捉的 漂亮吗 漂亮 你要是觉得漂亮的话 送给你 送我 我不能收 昨日你帮我太多 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能收 这是我亲手做的 你要是不收 那我就白做了 没事 你拿着吧 不用了 你拿回去吧 还是你拿着吧 要是不给你 他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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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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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灯 我不是故意的 改天 我去帮你抓回来 小玩意而已 没关系 我说过了 只要你开心就好 谢谢 走吧 主公 这次糊足平乱吧 你也太辛苦了 这收尾工作就交给我了 也好让我在琳琅面前表现表现 我不都说了吗 我不想关你们俩之间的事 你说吧 拉我到这儿来 想干吗 还不是因为有人要给你赔礼道歉 所以特地找我来请你 这你可就不懂了 如果他真有诚意来跟我赔礼道歉的话 他自己就来了 如果是真的有诚意 但是却行动不方便呢 不方便 主公 你不是常说要把我埋起来吗 我现在把自己给埋起来了 等你浇完水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消气了 可以原谅我这次任性出走了 五月初五乃凡间阳气最盛的日子 也是众妖最难熬的日子 你本来法力就不行 你说你不留在山劲之中好好包粽子 反而要下山去省强 你说你如果受了伤吧 又要哭着求我 让我帮你去修复 浪费我的灵力 你如果死了吧 那咱们两个之间签的那个契约 我找谁算账去 对吧 我告诉你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许不辞而别 是是是是是 主公教训的是 主公说的都是对的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主公 其实你惩罚我是小 但是我又坏了肚子呢 事可就大了 既然你不生气了 那我去给你做饭 我都去给你做了 有事儿 我都去给你做好 你不生气了 我都去给你做好 我都去给你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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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